嗨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兩種讓玩具車跑起來方法 第一種簡易跑法 這個方法只要將玩具車放在軌道上 然後手壓著車頂輕輕往前推 車子就會開始跑 如果要快的話就是要推大力 要慢的話就是要輕輕推 第二種方法推薦跑法 這個方法可以完全發揮慣性齒輪的特性 只要將後輪著地往前推 然後將前輪跟導桿放在軌道上 再放後輪 車子就可以開始跑 如果要快的話就要推大力 要慢的話就推小力 這個方法可以適應各種軌道的形狀 記得一開始如果要在斜坡上跑的話 就要用慢速度 不然太快就會翻車喔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兩種方法 大家學會了嗎 趕快拉起了玩具車 開始挑戰囉 掰掰